168. 新華澳報 旅遊物價指數12年最低學者指有助刺激旅客來澳 2015年7月15日 本報信 統計其普查局1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今年二季度旅遊物價指數134.61 惡年上升0.82 升幅連續第四季放緩者是12年來最低 經濟學者指旅遊物價升幅放緩有助刺激旅客來澳 據統計 今年第二季度澳門旅遊物價指數微升主要由餐飲服務收費和手信食品價格上條帶動 其中 升幅較顯著的大類為娛樂及文化活動 餐飲 食品及煙酒 另一方面 三 四星級酒店客房租金下條 令住宿價格指數同比下跌2.82 統計顯示 與上季相比 二季度澳門旅遊物價指數還比下跌7.92 其中 住宿和交通及通訊的價格指數分別下跌27.13 及4.4 是農曆新年後酒店客房租金及機票價格回落所致 另外 手信食品價格上升使食品及煙酒價格指數看計上升2.46% 旅遊物價指數反映旅客購買商品及服務的價格變動 商品及服務大類是根據旅客的消費模式制定 包括 食品及煙酒、衣理、住宿、餐飲、交通及通訊、約物及個人用品 娛樂及文化活動和雜項物品 本土旅遊物價指數升幅連續第四季放緩 升幅是12年來最低 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曾澤堯稱 過去12年 無論是旅客數量和賭收益路程上升 近年下跌 自然反映在旅遊物價指數 但這並非太壞的事情 他表示 之前有不少旅客來歐卻步因為酒店貴和物價高 打擊旅客消費意欲 隨著酒店或其他旅遊消費項目減低 有助刺激旅客數字增加 掙扎會危險又清 政府放寬內地旅客過境措施 對酒店業或零售業都有改善和促進作用 但未必有助賭收 博彩業最壞的情況不一定已過去 那是CVH 在這之前 說我很可怕 請第4位 當天 從三人道我們兩者都是披露 你可怕 提出 明是時候 你可怕 你無論是 我能開到大門 到最多小設計 我能開到大門